嘻嘻 怎麼回事啊 美女 美女啊 你沒事吧 我們躺在這裡啊 嘿 你睡著了 我一直躺在這裡 怎麼樣的感覺 天氣不一樣啊 哎呀 到底怎麼回事啊 是不是搞誰啊 你中暑了 美女啊 哎呀 你醒醒啊 哎呀 美女 你沒事吧 哎呀 是不是有什麼頭髮疾病啊 哎呀 美女 哎呀 你誰啊 哎呀 你怎麼回事啊 他馬上要在這個馬路中間這裡躺著啊 哎呀 你先扶我一下吧 好好好 我覺得頭好暈啊 對呀 哎呀 要不要送你去醫院檢查一下啊 不用 我不用了 不用了 我休息一下就行了 我在這裡坐一下先吧 那你坐一下吧 哎呀 在這裡躺很危險的 危險就危險吧 反正啊 像我這種人啊 根本呢 都沒有人在乎我了 哎呀 怎麼可能啊 美女 和你講得這麼漂亮 到底怎麼回事啊 你跟我講講啊 今天早上啊 我爺爺啊 住院了 你住院了 你也不要那麼傷心啊 是不是 住院了是 就是帶他去錢家就可以了 我叫我那個男朋友啊 給點錢我 教我爺爺那個住院費 想不到他說啊 我爺爺那麼老了 就是一個累贅 哎呀 也不是他的爺爺 他不想給錢 也不想負責任 然後啊 就馬上跟我分手了 你說這種人啊 要不要得 哎呀 怎麼講 這種家男啊 真的是 人每一個沒有老的一天啊 是不是 是啊 如果沒有啊 那個 我爺爺那一輩的人 會有我們現在那麼好的生活嗎 就是啊 什麼那種人都有的 簡潔就是家男 既然這種男人啊 分手就分手了 也不值得那麼難過啊 是不是 我跟你說啊 我跟他在一起11年了 平時啊 那些生活費 哎呀 那個 租房那個錢呢 全都是我男的公司補貼的 想不到啊 現在我叫他 就拿5000塊錢 他都不捨得啊 啊 就跟我分手 你說 哎呀 你說我傷不傷心啊 這種男人啊 一點責任性都沒有啊 沒你啊 既然你跟他分手了 分手就對了 如果這種家男啊 如果你跟他結婚的時候 他要不懂的 照顧那個老人的啊 那種 都知道你結婚了 有了孩子的 後悔都來不及了 既然現在也好 所以說啊 你也不願那麼難過了啊 哎呀 這個 也不能說忘就忘了 是不是 畢竟啊 我跟他在一起都十年了 人啊 都楚楚感情來的 哎呀 除了感情 現在你啊 發現的那個 但是沒有責任性的 那種男人 也沒有什麼 既然 忘了就忘了 忘了啊 那也是 我爸也說了啊 要嫁呀 就嫁人品好的 像他這種人品啊 一點都不知道 孝順父母 還有長輩 不嫁也罷 不甘也罷 分了就分了 就對了嘛 美女啊 我跟你說啊 像你這種那麼漂亮的女人啊 身材又那麼好 又那麼會照顧老人 又那麼有善心的人 是不是 如果分手了 到底要追你的人啊 白都還要白到法國那邊去的 那你女朋友呢 哎呀 我哪裡有女朋友 沒有女朋友啊 是啊 現在難得女嫂啊 現在既然那種渣男把你拋棄了 也不知道 到以後他找個老婆都是很難的 那也是 那那你今天急著去哪裡啊 哎呀我剛剛也是急著去 去給那個農民高峰發工資的啊 發工資啊 發工資啊 我這麼說 你就拿很多錢啊 哎呀我是那個工程師來的啊 那你賺錢 娶老婆也是啊 是啊 哎呀 那 你人比這麼好 我做你女朋友好不好 真的啊 真的啊 好啊 肯定好啊 有沒有女孩 我跟你說啊 想你這種女人啊 又那麼 那麼會照顧老人 點著燈籠都找不到啊 真的是嗎 那行 那你 那個錢啊 就 給我 以後啊你都不用啊 存那個老婆本的 以後啊我就是你老婆了 那我們先加個聯繫方式去啊 那行啊 哎呀我跟你說啊 經過你開刀啊 我覺得那心情啊都沒那麼鬱悶了 開心多了 哎呀 這就對了嘛 又往好的那邊想啊 哎呀叫阿蘭啊 是啊 沒想到啊 想得那麼漂亮啊 哎呀 哎呀沒事啊 你爺爺不是生病了嗎 我做得剛剛好 有一點那個要發給他 哎知道了 發工資的錢 對 哎呀 你先拿去走吧啊 先拿去給你 給你治病的嘛 哎你放心 哎這個錢啊 我不會亂花的 哎呀 就當作你給我的嫁妝了 哎呀 哎呀對呀 沒事啊 哎呀沒事啊 男人賺錢去給你圓花了嘛 我現在我覺得頭還有點暈 我們去蒸上喝點糖水吧 走走走 哎呀 哎呀 慢點了 哎呀 怎麼了 哎呦 哎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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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能想到开心吗 哎呀怎么睡着了 哎呀美女呢 哎呀怎么那么久啊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哎呀美女啊 好了没有啊美女 哎呀跑去哪里了 怎么走了一圈都不见人了 不行发信息给大家 哎呀 哎呀怎么把我拉开了 哎呀这个女人 哎呀上当了 怎么这么假玩的女人啊 肯定是被她骗了 肯定是装晕在这里了 哎呀都说女人啊 谁来变人的鬼啊 变人的女人也会变人啊 不行我要报警 把你们把你加起来 成绩以法 喂 110吗